身边的这台车不用我多说 大家肯定很熟悉 你在逛商场的时候 在华为店里面看到最贵的单品 就是这个问杰M5 它是一辆智能汽车 这台问杰M5是赛利斯和华为合作的首款车型 相比过去它整个的高级感更强了 你能看到科技型企业比较喜欢的那种新车科技感 没有过于的那种线条进行装饰 都是一些比较简约的一个设计 比如说你能看到整个车头设计的非常简约 比如说这个狭长的大灯 然后下面也是一个树状的一个热剑行车灯 然后另外呢 中间也没有使用纯电车型那种全封闭状的一个格杉 比较讨喜的 好来到车面侧面呢 你能看到这台问杰M5使用的那种 比较主流的一个交跑式SUV的感觉 好车尾这里比较圆润 并且呢它也有许多科技迷比较喜欢的一些配置 比如说当我走进它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弹开它的门把手 然后车辆也会自动上电 在车身尺寸方面呢 它也是一个紧收级的SUV 它的一个车厂达到4770毫米 然后轴距达到了2880毫米 然后配上一个24寸的VL的P0高性的轮胎 看起来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好最后来到尾部啊 也是一个轿跑SUV的一种典型的设计 它这个后窗啊 明显就设计的更为平缓 然后上方也有一个小尾翼 然后增强它的一个空气动力学的一个设计 另外呢 它也是使用了一个贯穿式尾灯 官方称之为音翼的一个贯穿式尾灯 点点后的这个效果啊 还是挺有辨识度的 而中间logo呢 是两家合作之后重新起的一个名字叫ITO 也是它这个车系啊 重新的一个新的命名 好来到这台WG-M的车类啊 你明显感觉到它和之前的size F5有明显的不同 它整个的一个质感做的更好了 比如说 大面积使用这种真皮材质进行包裹 这里还有一种航空机的头枕 所以说做起来的感觉就和沙发一样 另外呢还有这些大面积的一个木纹饰板进行装饰 所以说它整个的一个质感啊 给你的感觉就非常高级了 好 当然它是一台自能汽车 肯定脱离不了一些自能科技的一些配置 它的整个科技配置是相当丰富的 最值得一提的是 就是这块15.6英寸的华为平板 我可以把它称之为华为平板 因为它内置的系统是鸿蒙的OS 它也是和目前华为的手机平板 是使用的一个系统 所以说它整个的一个流畅度 包括了一个分辨率啊 也达到了2K 然后类质的小异的语音操作系统 所以说使用起来就和华为的平板 没有太大的区别 另外呢 它也配备了一个9英寸的全音乐镜仪表 全音乐镜仪表的一个分辨率也是挺高的 显示的东西也是蛮多的 它可以跟这块中控屏进行一个互动 另外呢 它有一个全彩的抬头显示 上面可以显示你的时数啊 包括播放的音乐啊 包括一些导航信息没问题 另外呢 还有两个摄像头 前方的摄像头呢 是可以进行一个人脸识别 基本上上车的时候 它可以识别你是车主的话 就可以自动调节到你喜欢的一个坐姿 包括播放你喜欢的音乐 还有你熟悉的一个空气氛围吧 然后上方这个摄像头它的功能是什么呢 它是来监测后排的一些儿童或者老 包括宠物的一个生命体制状况 它基本上如果忘记有什么急事儿 然后赶紧下车的话 它就可以提醒你后排或许还有宠物 还有你的小孩等等之类的 所以说它非常的贴心 另外呢 我还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东西 就是它因为和华为进行一个联盟了 它也是使用了华为的一个快充技术 它在有线的充电条件下 可以达到60瓦的一个充电速度 然后还匹配了一个40瓦的无线快充 所以说基本上你不用担心你的手机会在驾驶的时候没有电了 而这种新农员自动汽车最大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停在这里去享受一下美好的午餐时光 比如说小一小一 你好 打开小气模式 好的 正在打开小气模式 将使用上次的设置信息 调整座椅姿态 关闭车窗 后排乘客请注意安全 然后用电打开空调 然后你就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一个小时左右的一个午休时光了 好 咱们再来到这台问杰M的后排来体验它的一个承受感受吧 其实它地链给我的感觉还是挺舒服的 首先它头顶上面有一个2.1平米的一个全景玻璃 四约就非常的开拓 然后它整个的座椅也是这种真皮的座椅 然后里面的填充物也是挺饱满的 另外也是配备了和前排相同的一个航空机头枕 所以你整个人坐起来的感觉还是挺舒服的 包括你看我的腿部空间还有头部空间就非常的充裕 而且地台也是纯平的状态 然后后排坐三个人是完全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所以说满足你一家五口的一个出行还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这台问杰M5搭载了一块40千瓦斯的一个电池 它的一个续航里程可以根据工况的不同 从150公里到200公里不等 所以说它整个的续航里程可以满足你日常的一个通勤 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值得意义的是它有两个特别的一个模式 就是一个救援供电模式和营地供电模式 救援模式就是相当于你朋友的电动车没电了 你可以进行一个救援的一个动作 它一个小时可以充15度电 完全足够你朋友进行一个脱困了 而营地模式就是目前最火的一个露营 它可以反向输出一个220伏3.5千瓦的一个电量 好了我们再去体验一下 这台问节目开起来的感觉是怎么样 首先和华为生态相仿的一个华为手机 可以不用带钥匙就可以进行解锁 好了现在咱们就把这台问节目开起来了 首先给我的感觉就是自动化程度相当高 这套车机系统也是使用了华为的一个鸿蒙OS的一个车机系统 基本上你可以用云去超过车内的所有的一切 包括你家中的一个华为生态的一个智能家居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这就是生态的力量 这台问节目也使用了一个L2级的驾驶辅助系统 你只要打开它 然后就可以把手搭在方向盘上面 然后车辆就可以进行一个自动驾驶 在程序里面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另外自动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 比如说你可以跟它进行一个自然语音的交互 比如说你说小一小一 我好热 用普通的一个对话方式 日常的一个对话方式 它也能识别你的一个指令 这台问节M5的一个驾驶质感 还是调教的偏舒适一些 因为它整个的一个底盘使用了铝合金的材质 包括它那个悬架 也是可以媲美一些豪华品牌的一些配置 比如说前麦布逊 后T型多连感 然后整个的一个调教都是偏舒适性的 另外可能很多人觉得这块全景玻璃是不是会太热 官方宣称它的一个过滤效果可以达到99% 然后隔热效果可以达到提升到40% 其实你在车内打开空调完全可以抵消掉 让玻璃传递进来的一个热量 而且这台问节M5还提供了多种的一个驾驶模式 它也是提供了制动经济运动 包括它的动力回收也是有低和高 旗舰版为例 它的一个百公里加速达到4.4秒 最大功率是365千瓦 我说完全是动力过剩的吧 你在城区里面完全用不到这么充沛的动力 经过短暂那天试驾这台问节M5给我的一个体验感是挺不错的 首先它作为一台新轮车 在油价高居不下的今天 它整个的一个用车成本还是挺低的 它的一个综合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 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个数据 另外它作为整个华为智能生态的一个产品 它可以无缝连接我的一些生态 客观的来说这台问节M5的一个体验感是相当不错的 就看你舍不舍得花大家钱买下它了